行车安全真的是很重要 台东大学就有六名大一的男学生 居然只是因为一时好玩 就在校内六帖 也就是六个人共骑在一辆机车上 他们不止蛇行哦 还一路发出尖叫 事后把这影片po上网 引来了轩然大波 经过追查 这六个男同学是特教系大一的新鲜人 有网友就痛批 这些人以后怎么为人失表啊 在校园内找刺激 六名男同学不时发出尖叫声 算一算这部红色机车 上面就塞了六名大男生 而且他们都是台东大学 特殊教育系的学生 因为一时好玩 在校园内一个抱一个骑机车 还把六帖的影片po上网 非常震惊 因为哪里有学生 这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校方经过追查 发现这些违规的学生 全都是特教系大一的新鲜人 影片po上网 引来轩然大波 当初参加六帖的其中一名男同学 也赶紧出面道歉 那你以后还会再做这样的事吗 不可能 校园内明明都有进行机车的标志 万一撞到的人 可不是道歉就可以了事 未来这些学生很可能为人失表 才刚入学就出疲漏 校方也紧急撤除影片 加以撤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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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